四大小方 詞曲 李宗盛 好,我們要趕快 剛剛講太久了,三上級 那... 這個 當然我之前幫我們跟大家說過啦 當然這個 後面聖太的部分 為什麼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會雄心壯志希望他要把他教完 那是因為 雖然我自己很喜歡聖太跟演化的話題啊 可是聖太跟演化 我不知道大家 好像每天都會發覺 有念書跟美念書 好像有時候在題目面前 沒有辦法被面前的區分出來 有時候很多就想好像是這樣 又好像不是喔 那或者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演化跟生態對老師來講喔 很好教 但是很難教他 對學人來說很好讀 但是也很難讀他 對出題的人來說 題目很好讀 可是也很難讀他 對出題的人來說 題目很好讀 可是也很難讀他 所以就是一整個我覺得還在亂七八糟的狀態 所以就變成是我覺得演生態跟演化很明顯的是 我很喜歡聖太跟演化 但是 老師的時候我不是很喜歡遇到這樣的題目 他會 就好像搞不大家清楚喔 可能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的重點也不是在訓練你很會考試 而是希望你該有的素養會有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東西他很紮實的知識這麼多 你把它唸起來就OK了 人生態跟演化啊 有時候也很難講 他好像就是一種一大堆的東西讀了以後 在你心裡面留下來的 或者是見過出來的一種想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滿全的 來吧 我們不急得馬上就翻啦 雖然說我們很急要趕快考試了啦 我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把段短的進去講 因為我到下星期一再講完是有一點辛苦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習不習慣 不過當然對大分來講我這樣是個壞老師啦 那我就是在考前把他教完 但是我們這次考前離轉考就是剛好貼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很麻煩 來吧 而且我上次我們說過 如果我今天就把課教完 下星期一我上的課 如果大家有沒有發覺上檢討 我就會辛苦往下上 簡單來講如果再上這些考試我也快要進步 然後本店就要斷考了 那是不是強烈的挑戰第三個專制跟那種想法跟系列 大家跟我們再講錯吧 所以其實這個就麻煩了 來 我們看一下課本102、103這個話頁 誰是最早的台灣人 啊 好沉重的話也對不對 這個首先要先定義台灣人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不管這個啦 那你們國小國中課本真的有提嗎 左正人 結果沒想到你看 沒關係沒關係學生不好去 又忘記跟沒學過 無所謂在外面區真的沒學過 你看一下喔 結果你看好慘喔 因為我們認為是兩三萬年前 是最早的 結果沒想到定出來 只剩下千年而已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只剩三千年而已 哇 那怎麼會這樣 之前定年代的技術有這麼差喔 怎麼會這樣子 那這怎麼辦 這就慘啦 所以後來大家就覺得 那會不會是這個澎湖直立人 對不對 那澎湖直立人也很久啦 問題是 問題是不管是左正人或澎湖直立委 好像是海裡邊撈上來的欸 那你怎麼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踏上台灣的這個澎湖 他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剛才開玩笑說 哇這個 誰是最早的台灣人 這好承重啊 你要怎麼要定義台灣 台灣是一個概念嗎 還是就是這個呢 先把上來講的話 台灣地區是不是包含了太澎湖直立人 是嗎 對澎湖也算是台灣的 是嗎 是不是 那他問的是這個問題嗎 不知道 但是重點在於 103年第一章的最後 嚴格說來不算 不能算是最早的台灣人 這個嘛 這就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我才講 這個要先定義台灣人 可是一個很承重的話題 好然後接下來 喔這個也有一點難的 這個大撒坑我畫的 大家知道怎麼唸喔 我還好記得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看它上面是一個分 你會很想要唸成另外一個詞 是嗎 剛好做文章也蠻剛好的 所以其實搭配中國畫的人 然後你就可以看看這個啦 其實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啊 你覺得研究這一個跨業的內容 是什麼學科的內容 這個跨業的音樂是什麼學科的內容 它放在我們生物課本裡面 像這樣 就感覺上好像 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好像是考古或人類學禮 是不是 人類學禮當然也可以 我們就這個 這個該怎麼講 反納反穿嘛 也把它納入生物學禮域也是可以 然後但是就感覺有點有趣喔 所以這是比較綜合的姿勢 好 那就翻過來囉 我們就看生物與環境 所以也就是我們跟大家講生態的部分 那這個生態的部分呢 其實它當然就是 講到生物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生物跟生物鼻子之間互動的問題喔 那你看一下這個想一想 婆娑之揚美麗之島 你們知道這句話 當然它自己也可以寫啊 它這句話有什麼典故嗎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們今天實習平均就是 警念什麼大名什麼 那個蠻怪詞 大家還記得嗎 還會通時序嘛 是不是 等一下 你們還有這一刻嗎 刪掉了嗎 剛剛沒有 是喔 哇 那個好複雜 什麼兵馬 工種 好複雜 是不是 厲害厲害 好 來趕快再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你看這個突然講到福壽羅文,很奇怪,沒關係,還是舉一些例子啦,這有沒有跟大家講到外來種,是不是? 我們剛剛下個解釋跟大家講到這個部分,就是外來種對於生活這方面相差非常大,好,這個翻過來,就可以看到106頁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這個107頁,然後剛剛跟大家講到我們在談生物多樣性的時候,我們就講生命世界當中有很多尺度,那細胞組織機關系統這樣子一直上去了,可是大家知不知道當我們在談生態跟演化的時候,最小的基本單位是誰? 或者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這個生物多樣性,其實有時候你從生態角度來講,根本不需要去談說,這個我們不知道以後用不用得到它的基因啊,我們不知道它有沒有,以後會不會有藥用啊,以後是不是可以開發新的藥啊,會不會跟大家講,這是用來說服一般人,它沒有生物跟生態素養,你就要告訴它有用,你要跟它講,跟經濟效益可以結合,你要跟它講,跟國民健康是可以搭配,它才能夠相信它這個有價值,可是你, 你如果真正生物學素養後,你就知道它的存在就是環境中的一份子,它就有它的價值,只是你了解我不了解的,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例如說這個地方的食物鏈,它是草被黃紅吃,黃紅被青蛙吃,青蛙被蛇吃,蛇被老移吃,就是黃蛙蛇的,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如果這個地方就是這五種生物而已,這麼簡單,那有一天如果青蛙死掉了,青蛙這個環境很敏感,大家知道嗎?因為大家會在學裡的土地小朋友,它對環境很敏感,所以其實青蛙是死掉的,那我問你喔,如果草黃蛙蛇鷹只是青蛙死掉而已,接下來你才會怎樣?蛇是不是也死了,老鷹也死了?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說假設今天不知道什麼原因,青蛙死掉,那如果這個環境很複雜,那蛇沒有青蛙可以吃,蛇可以吃別的動物啊?當然你叫蛇換吃素是比較難的,不過其實蛇還可以吃別的動物,所以這個環境就不會因為某一個物種變多或變少而出現,例如說整個後續崩盤或許崩式的生物的死,那大家可以理會嗎?所以生物如果它少到它的實性環境, 其實只有一條食物鏈,那就很危險,那如果複雜到可以好幾條食物鏈,然後吃成一張食物網,那就比較容易維持問題了,是不是這樣子喔?好,那回到我剛剛舉的例子,大家記不記得我剛剛問你一個什麼問題?當我們在探討生態跟演化的時候,最小的基本單位是什麼?我剛剛講的草黃蛙蛇鷹,請問我講的是草跟蝗蟲跟青蛙跟蛇跟老鷹的什麼?的個體嗎?還是的族群?族群呢? 對不對?所以我們探討生態跟演化的時候,最小的基本單位是族群,當然不是個體,如果是個體的話,你們有聽過以前一個無聊笑話嗎?叫你花什麼牛吃草,有交一張牌子上來嗎?聽過嗎?沒有,因為草被牛吃光了,牛吃完草就走了,所以就剩下一張牌子,對不對?所以如果我們剛剛講的草黃蛙蛇鷹都是個體的話,那草被黃蛇吃光的,黃蛇被青蛙吃光的,青蛙被蛇吃光的,蛇被老鷹吃掉的,老鷹飛飛飛,自己時間到也是會死, 那這根本就什麼都沒有,對不對?所以個體無法長久的存在,但是族群可以,除非要環境有明顯的變化,不然的話長久的存在也是族群,所以當我們在探討生態跟演化的時候,最小的基本單位是族群,是族群。好,那但是我們在探討生命現象的時候,當然就是個體,但是你有沒有發現,有些同學可能以後才會或者現在正在,你有沒有發現你在實驗室裡面研究生化分生,或者你研究哪一些主題? 你根本連個體都沒有看到,你是在個體以下的層級,你有沒有發現,你是在個體以下的層級,你就算要研究它的老化、健康、學習,你卻不見得會面對這個個體,你會研究某一個蛋白質或某一個基因的表現,然後就試圖來反應大家個體的整體狀況,所以一定會有,一定會有點差,一定會有不準確的技術,但是很怪的,它一定也有達值的研究力量,只是說有時候學生的常常會這樣,你如果是學生的, 學其他科的你比較不會在意,你就是學兩個分子之間的互動,你就會學它表面之間的概念,你就會學大家的一些那種量子成績的力學,或者是什麼東西,但是學生物的人,你就算是學到分子,你學到一樣的,你學到蛋白質,你會不會偶爾想要思考一下,誒,那我研究的這個乳蟲到底講什麼樣子,分布在哪裡,但是環境的環境是什麼,然後真正得這個病的人會有什麼樣的病症,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一個人是研究阿滋海膜,一個人是研究糖尿病, 一個人是研究糖尿病,一個人是研究糖尿病,那你知道真正生這個病的人是怎樣的,大家怎麼懂你的意思,所以你如果是學別的科目,你就研究這個就好,他分子直接的互動阿,然後他的什麼藥物的動力學阿,你去研究就好,可是如果你是學生物的人,你別忘了這個,你研究的東西是活的,它是個生物,好,它是個生物,就像你以後研究,假如你當了醫生,不管你是不是研究醫學,反正你當了醫生,你就要知道它可能是個病,它是個藥,它是病跟藥, 治療方法之間的關係,它是病跟治療方法之間的關係,可是別忘了跟你互動的試著,就是如果你是個外科醫生,你要進手出事的話,你就要知道,趕快那一台上面的是個人,懂我們的意思嗎,你不要急切的要把它打開,東西拿掉,再把它封回去,然後你就在旁邊,當作沒有這個人一樣,你就聊你的天阿,他就像一個娃娃一樣,大家都懂我們的意思嗎,你今天那個,假設你進到一個店家,店家在聊天,然後你去了,從後客人來, 就是坐下來,那他們可能就不會再聊天了,大家懂不懂我們的意思,除非那是一個家庭式的,或者是不是很專業的店,他繼續聊他一天,不然有客人跟沒客人的時候,他應該會不一樣,對不對,所以如果說裡面的醫護人員,你們沒有病人進來的時候,他們在聊天,當然可以,如果病人進來的時候,他們來聊他們的,就當作有不存在,不是以前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這樣子,所以我當然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守護室裡面,當這個病人被麻醉,有昏倒的時候,旁邊的醫護人員是不是就開始聊家少, 我們都根本不把他當作是一個人,反正他是一個聽不見也沒有感覺的人,會這樣,會不大解決,所以你有空可以想一想,因為我是沒有可能,你們以後可能會有人是醫生,可能會有人進手術室,不管你是躺著的人,或者是站著的人,對不對,所以你有空可以想一想這些事情,那幫他扯遠了,所以其實我們趕快再回來,那因此我們的重點就是擺在族群,那族群有很多特徵,首先我們要先描述族群是什麼,那分布在特定環境內的, 這個同一種個體就會綜合成一個族群,他的英文是population,我們從公民或者是社會學的角度來講,就是繁城人口,對不對,就是這一個字,population,所以其實同種的,或者我們借用剛剛的詞來講,在同一個基因庫內的,就是同一個族群,那什麼叫在同一個基因庫內,什麼叫做在同一個基因池內,我們以繁殖為例,什麼叫繁殖,繁殖就是兩個個體,然後呢,個體供個配子, 然後接下來呢,就會形成一個新的課題,然後裡面有一半來自你,一半來自他,然後接下來就長大,到這為止有跟上,所以這就一個繁殖,所以我們假設好了,假設每個人都是包著基因的一顆球,然後呢,這顆球在池子裡面再舞,再成,然後突然有一隻上天的手伸下來,那你可以把他想像成是月下老人之類的,或者是什麼丘比特之類的,然後呢,他就下來,然後就在這一群池子裡面,然後就摸彩,然後就摸彩, 然後摸出兩顆球來,然後這顆球拿一半,那顆球拿一半,這給他一個新的球,再丟回去,這個就叫做反制,懂我的意思嗎?所以假設他這隻手伸進來,然後呢,你有那個機會被抽到,就表示你跟大家在同一個基因庫裡面,就表示你跟大家是同一個族群,這樣知道我愛強行嗎?如果這個手進來,永遠不可能抽到你,因為你根本不在這一群裡面,那你跟大家就不同的族群,你就是分布在不同的空間,或者是不同的空間, 懂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界定族群,那問題啊,那這個袋子有多大?我有沒有說一隻手伸進來,永遠不可能摸到你,因為你可能不在這個空間內,那表示那空間的範圍有多大?這個很難講,很難講有多大,那當然我們希望的邊界是自然來界定,而不是人為界定,因為人為界定就可以用行政區來界定,對不對?這個是哪一頭的,嘉義的,雲林的,哪裡的,那這樣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界定方法, 你如果說是這個溪谷的,這個積水區的,這個山峰的,這個池林的,那就還是OK,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好,所以大概是這樣,那接下來的話呢,族群的特徵呢,我們就先看到這個族群到底有多大,那我們有時候就會講這個叫做族群大小,族群內的個體數,那我們怎麼樣來反應population size,我們怎麼來反應population size,我們就會用density,我們就會用力度來等式,那這個的話,我們做說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已經有老師寫來那一晚上,那大家有影響,那我們是不是很貼心的幫大家做了一次,一公尺建方,一平方公尺的,所以你的竹數就是面積,對不對?只是,I'm sorry,竹數就是密度,那因為我們的面積剛好是1,但是單位當然不同,所以從這來看,這個我想解釋過了,我們就不再特別講,好,我們就翻過來,但是,大家要知道,族群密度要經過比較,才有意義,我如果跟你說,假設,我只是假設而已啦,假設這個, 這個美女的蟑螂密度調查之後,發現是每平方公尺有0.1隻,那你覺得是很突然生氣,每平方公尺有0.1隻,而不是10平方公尺就會有一隻,單位的範圍大於還是小於10平方公尺,那蟑螂的數量是多於還是小於一隻,那算來幹嘛問這種問題,對不對?好,那但是呢,我說要經過比較,才有意義,如果我們說,附近有某一個都是男生的學校, 那這個假設的密度是,每平方公尺有10隻,對不起,講錯了,每平方公尺有0.01隻,好,那你給我乾淨,好不好?沒關係,對,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會發現,喔,對耶,那你就會知道,喔,哪邊比較多,哪邊比較少,這樣懂我的意思嗎?好,那我們也不需要跟別的地方做比較,我們可以跟我們自己做比較,就是說,你們現在表達出來的是,每平方公尺有0.1隻喔,怎麼會這樣呢?10年前我們每平方公尺才只有0.1隻耶,那你就知道,完全變髒了, 對不對?或者不要這樣講,沒禮貌從小一次,你就知道帳號變多了,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所以其實,它要經過比較才有意義啦,所以,那我們要比較,那我剛剛講的是很慫的方法,就是一種感覺,你就覺得它變多變少,變多變少,變少變多,不管是同一個空間不同時間,或者是同一個時間不同空間做比較,那後來呢,大家就有人把它想成,那我可以計算出一種,這個族群力度變化,例如, 族群力度變化,我們知道,這個密度是低,對不對?我們就有delta d,然後呢,這個除以delta t,所以delta t,分之delta d,算出來就是族群力度變化,例如,那delta大家知道,就是一個x的概念,對不對?你不要給我回答,就是三角形,但只要是三角形的意義,delta t就是x的概念,所以這個需要幫你展開嗎? 分t2-t1,分之t2-t1,分之t2-t1,好,族群力度變化,來吧,看一下根本上的例子,算給我,快點,一眼看出來,好,108頁的例子,這個甘蔗園中的鉤鼠,那,民國60年的時候,每平方公里50隻,民國70年的時候,每平方公里30隻,感覺好像滅屬流程,對不對? 來,我們先不管這個,來,誰可以告訴我,他的,從這個數據來看,我們馬上的改革是,老鼠變多還是變少?變少,那,那是如何少?就是,怎麼樣的描述,精準的量化,來,誰可以告訴我,他的主題命中變化率會上來,我想d2-d1怎麼變成哪呢?不管他,d2-d1,看得懂意思嗎?後面減前面,所以民國70年減60年, 所以分母是10,那上面呢?上面呢?上面是誰減誰?對,好極了,是-20,是-20,所以我們算出來是不是,答案是不是-2?對,負2,那這樣,甘蔗是什麼?甘蔗,有點難,就是這個再出一時間,對不對? 就是每年每平方公里,增加或減少幾支,這樣,那你有沒有感覺那個,很明顯的,就會傳達一個意思,每年每平方公里,增加還是減少多少,對不對?所以這個就要知道,就是多或者是少,那我們算出來是負,所以我們就表示這個數據正在衰退,每年每平方公里,減少量支,這樣OK? 好,然後接下來,當然旁邊小知識,我想很簡單,這個小知識,它這邊就是出生子,往前路前出,這個是不是弟弟或是公民演員,是不是?我想這個應該很容易,就大家看一看就好了,然後看一下旁邊109月的年齡結構圖,這個年齡結構圖,其實有一段時間,大家會說,聖物課本不要再講這個年齡結構圖,你們知道為什麼?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 公民或者是地理會講這個東西,那我們就不需要重複的講,所以有一些我們都會講,那第二個原因就是,有人認為我們是聖物課本,年齡結構圖,幾乎只適用於人類,只適用於人類,那我們問大家簡單的例子好了,你看從這兒來看,我們都看得出來嗎?課本用的是什麼字?課本用的是成長,衰退或穩定,那你有沒有聽過有一些是叫做,都叫做成長,都叫成長, 只是正成長,副成長跟領袖長,懂我的意思嗎?你看要不要寫一下,好,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他是怎麼判斷?成長衰退跟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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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判斷?所以你看喔,他這邊,我覺得他這個圖還蠻好的,他其實中間有花一條線, 然後兩邊有不同顏色,你就知道一邊是男生,一邊是女生,因為不是每個圖都會這樣倒數你,有時候你就看看,就是一個金字塔,他怎麼不對稱,就要知道一邊是男生,一邊是女生,然後另外你會發現,我們這個圖切得很細,那個年齡是不是四年就切一組,切得非常的細,還是五年就切一組,那臉最也算是一個年齡,是不是?但是五年就切一組,切得非常細,知道我在講什麼?那但是呢,我們算切得這麼細,但是嚴格來講, 年齡結構圖可以不用切那麼細,他只要切成三段就好了,大家知道嗎?知不知道哪三段?對對對對對,但是我們如果講得深呼一點的話,他就是繁殖前期,繁殖期跟繁殖後期,懂我的意思嗎?繁殖前期,繁殖期跟繁殖後期,好,那我問你,為什麼我剛說這個圖幾乎只適用於人類?然後接下來我又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判斷?例如說成長期,我想很好短,但是你看那個摔退,你看那個摔退跟穩定,你看那個摔退跟穩定,是在上學的嗎? 好,這樣嗎?一次就這樣子,聽起來不像,注意要這樣嗎? 是啊,好,好,所以如果說你上課上的同學很嗨的時候,自己不要太高興,你就要知道對面會有影響,然後別人如果上課讓你很嗨的時候,你自己就要總結智,會有一點複雜,然後不管了,會這麼吵還是有人睡著著,也是很厲害,知道自己在睡覺,自己要加油,你會知道嗎? 知道自己在睡覺,會知道嗎?不要害怕,我當然已經講了一點,就看我一眼,知道自己在睡覺,知道嗎?知道自己在睡覺,反正在錄影我不想講,我看下去了,覺得很舒服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看,來,我們剛剛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到底要怎麼判斷?要怎麼判斷? 我們剛剛講這個成長型,它這個圖畫的很明顯,但是摔退跟穩定,你覺得它是怎麼判斷?你有沒有發現上面都一樣? 對不對?我這樣應該很明顯的給你暗示了,而且我剛剛已經告訴你,它可以分成升職前期,升職期跟勝職後期,然後我就跟你講,到後面都一樣,廢話到後面都一樣,最後就是死光啊,難不成全部都活下來,對不對? 就當作用媽咪一定會死嘛,一定會劍上去嘛,那因此你有沒有發現,其實為什麼我說這個圖幾乎只適用於人類?因為它就是,明顯的這個圖的基本假設就是,當你升職前期,就是你的小朋友多,接下來他就會長大變成繁殖族群,懂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剛剛有問題你可以回答嗎? 就是我們的衰退型跟穩定型這兩個,或者我們講成長期,這三個是怎麼界定的?它就是比較升職前期跟升職期,你懂我的意思? 生職前期大於升職前期,的人口就是成長期,如果兩個差不多就是穩定,那衰退有沒有發現,就是中間胖胖的,然後下面瘦瘦的,對不對? 所以,那是誰說這個動物可以確定小時候這麼多,大家都會好好的活到繁殖旗,所以我們才說它幾乎強勢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嗎?或者是少數厲害的超大型動物動物,不然的話, 六年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因此,我們已經一段時間不大講這個東西了,不過現在又放開,因為感覺上這個也是在描述一個族群,然後它也很基本 好,那我們就翻過來囉,我想這個應該不會看它,翻過來我們看一下這個survivorship curve 那,存活曲線,這個時候呢,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問題,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因為它講的是人類,所以它其實可以還蠻明顯的確定 除非有發生什麼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不然的話,它應該就是會這一些族群,這一些課題,然後時間到了它就會進入滿隻年齡,然後就開始會壯大族群,對不對? 那,但是呢,我們剛剛認為說,它大概從出生之後,大概從出生之後,然後呢,就不大會死,然後後來接下來才死,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概念上的圖喔,你會發現它的這個Y軸就是每天各地的死亡數會叫存活數,對不對? 那,但是X軸呢,就是年齡百分比,我們是不是寫年齡百分比? 對啊,大家知道什麼叫年齡百分比喔? 我們把不同這個lifespan,我們把生命不同的動物都放在一起做比較,那你要怎麼放在一起做比較? 就用最長壽的來當作分,做校正一下就好,假設整合活100歲,那50歲的人就是在50%,20歲的人就在20%,這很好算 假設一隻厲害的青蛙活5年,那請問在50%的時候是幾歲的青蛙? 這樣懂我們的意思嗎?這樣就可以做校正,就會做處理好了 假設果蠅活兩個星期好了,那算很長壽了對不對? 假設果蠅活沒有被你猝死嘛,對不對? 沒有關係,不是故意發生什麼事,假設果蠅活兩個星期好了,那請問你還好懂嗎? 那50%是多大的果蠅? 就是你知道嗎?那當然啦,這個果蠅比較麻煩啦,但是蛀的收命也不要算啦,你會連蛀的收命也算,或者是成長來算,反正你有一套你算的方法 基本上當然連蛀就要算啦,對不對?然後天氣冷一點,想像它可以活兩個星期嘛,不然可能沒有活很多久 好啦,不管,大家知道我在想說嗎?所以我們把牠做校正之後,所以XO你要記得,牠叫年齡百分比,牠是個percentage,對不對? 然後Y其實也是類似,所以有一些動物牠就會這樣,剛出生之後呢,欸死亡率還蠻低的,有沒有?死亡率還蠻低的 後來好像是到成年之後,然後才壞出了,當然到最後會全死亡,對不對? 所以這個圖好配合喔,反正到最後全都死亡,對不對?然後接下來有一些生物牠就是屬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在死亡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哇,一出生就死了很多,然後接下來活下來的就可以活到這種狀態 這樣OK嗎?當然我畫得不好看,不過課本上有圖啦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叫Q型、線型跟O型,對不對? Q型、線型跟O型,或者有人喜歡講叫做type 1,type 2, and type 3 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這樣OK嗎?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 好,所以其實當然凸型、線型跟凹型你就好好懂,可是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你個人不懂,所以你就寫一下 那你想想看喔,我剛剛已經說了我們人類大概這麼凸的就是人類,而且是生活水準跟醫療發達的人類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因為人類的曲線也不見得都是這麼病 其實也是前面也是會下來,前面有些地方也是會下來 那人類的曲線前面變這麼病,大概也是這30年還是這50年的事情 那當然有些地方還沒有到他們的30年跟50年,所以它可能還是叫得很快 好,那另外的話呢,有一些生物它就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它不管從蛋一直到長大到板子 那例如說鳥類我們大部分新鮮出來比較多是中間接長線 那有很多的絕大多數的無脊椎動物,然後還有部分的脊椎動物 它是屬於這一種會馬上掉下來,會馬上掉下來 我們例如說昆蟲,大家應該有聽過嘛 如果張蘭它的蛋每個都孵出來,它會非常危險 對不對喔,空間就滿了,所以其實它會有一個很高的死亡率 那我們不要以無脊椎動物為例,我們以脊椎動物為例好了,魚類 欸,你們吃過錫蝦夢嗎?錫蝦夢,錫蝦夢會叫柳葉魚 烤得不會裹粉下去炸,你有沒有發現咬開之後 除了皮以外裡面都是蛋? 剛才我會講說嘛,那你會不會很好奇 那它的肉到底長在哪裡? 當然有啦,果果的一層,你有蒜會有幾顆蛋嗎? 你不會做這種不要事吧,你如果真的在那邊蒜 我們還懷疑你是不是有一點奇怪的傾向對不對? 那或者物魚子好了,有吃過物魚子好了 物魚子是把那個本草拿出來,然後攤開,然後壓扁,然後弄開 對不對?那它會切成一片一片嘛 每一片、每一口都是無數的卵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些,全部都腐化出來 哇,那河江湖泊跟海洋都滿了嘛 對不對?如果這些全部都出來 所以它們就是屬於,哇,一開始就會死一大堆 或者我們講牡蝦,他們很多其實剛小時候就是卵 然後會那種浮游狀態 然後再浮再沉 然後運氣,然後找到一個地方 還黏住,要霧那就開始,然後長出可蘭 然後就長上去 所以當它找到地方黏住開始長 它會有非常高的死亡率 因為環境很惡劣,別人會騎打 對不對?那一找到地方喔,太好了 然後就,會發了很多人一陣子 直到被人敲下來的危機 或者我不要講的,哪一隻講的 所以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你現在想想看 所以對很多的無級別動物跟我舉了 例如說魚類或者娘生類 娘生類可能那一次會生幾百個胎 一次會生幾百個胎 當然跟魚類沒辦法比較 魚類的話我想那應該幾十萬幾百萬應該都有嘛 對不對?沒有算過 我不知道是多小 所以你看喔 你可以說它們是屬於很低的存活率 假設我的存活率是0.01% 那你想想看它不是玩的 我生小孩然後存活率是0.01%喔 那天啊,那怎麼辦? 我問你好了 如果你中樂透的機率是0.01% 那你又非中不可 請問你要怎麼辦? 就是你有一個很低的機率 可是你要得到一個可以接受的期望值 請問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一定要練習 對啊,那你就買個一萬張 我就中一張了 懂不懂我的意思? 剛剛說中獎的機率是0.01% 那我如果一次可以生十萬顆 所以我不是就有種十張嗎?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們就是採取亂愛戰術 這樣OK喔 就去吧 然後就乘以一個很低的這個存活率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母群體 所以會得到一個讓它活下去的一個機率 的一個期望值出來 這樣OK喔 那對我們人來說的話呢 等它拚了 十萬 不可能啊 每天都在生活也不可能剩十萬 對不對? 因而懷孕就要兩百八十點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是不可能的嗎? 所以其實那你猜為什麼 我們人類或者一些厲害的大型股東 可以維持一個大的高的子彈存活率呢? 為什麼? 所以它就是生少少的 它就是精兵制 它有很強的parental care 親戴照顧 這樣OK喔 親戴照顧 而且它的親戴照顧厲害大 受精卵 我們剛剛講受精卵 是不是直接排到環境當中 對不對? 甚至它在環境當中體外受精 那但是呢 對於乳類來說 它甚至是用媽媽的肚子 用媽媽的身體 在保護這個 我講parental care 你不要以為只有 就是育幼 不是喔 對他真的都來講 懷孕的過程 可能就開始可以算parental care 我發音準嗎? parental care 聽得懂嗎? parental 這是雙齊的一個字喔 只是變形容詞而已 好 所以其實parental care 所以其實你要注意喔 這個很重要 那這個的話就很難講了喔 因為鳥類你說它有沒有parental care 有啊 有啊 它會作草嘛 作在草裡面 其實作草就是孵蛋的意思啊 有人跟你講過嗎 絕鳥灰草 這句話是講好聞的 絕鳥灰的地方 草是一個概念 而不是一個東西 草是用來孵卵用來的 沒有要繁殖的時候 鳥類是不煮草的人 大家知道嗎? 或者我應該問你 鳥類煮草是為什麼 知道幹嘛 睡覺嗎? 沒有欸 沒有 找地方站著窩子就睡了 有沒有 大家知道嗎? 鼓舞類才喜歡弄個家 然後孵在裡面 連豬 這樣舉例對豬很沒力 它都會再滾一滾壓壓 弄一個地方 好像還蠻舒服的 有沒有大家知道嗎? 所以鳥類煮草是為了繁殖 所以有時候我如果講很快 我講坐草 坐草就是孵蛋的意思 坐在草裡面就是孵蛋 它那個羽毛會跳光 然後肚子會貼在蛋上面 體溫會穿下去 那個叫孵蛋 那叫孵蛋 對 所以其實這個 捲鳥煮草是吃獎人來 它那個動物行為學上 這樣講是很奇怪的 你們有沒有 上學或放學會過河呢? 大家知道嗎? 台北市不是河 你如果住在台北市 或新北市 你有沒有注意過 因為空車比較高啊 還是你家車裡很高 這麼厲害 你家裡的車裡 大概看不見了 你如果坐空車中比較高 你會發現有時候河壁會有一些 夢園有一幾棵樹 能不能看到上面有白白的一隻一隻 那這個鳥啊 站著在你睡覺 或者是你有沒有人鼓臉 就你出門了 夾住在 夾太陽那種 你披心帶躍的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 它就在樹上一朵一朵白白 你有沒有那個鬼啊 不是那是什麼鬼 那就是鳥一隻一隻的 特別是白鹿是白白的 就大大大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它有煮一個槽然後睡在裡面啊 沒有什麼槽啊 那你會不會擔心 它這樣 假設這是樹枝 然後它這樣站上去 睡著會不會站下去 還不是你 還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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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厲害啊 它那個腳很複雜的結構 它只要一蹲下去 然後一蹲下去 它那個機械就會卡死 它腳就會很用力 就會落腳 它就會這樣站著 你不要擔心它睡一睡 然後這樣怎麼會 它就是比招選手 所以我就不知道 好 所以其實 我們只是舉例而已 所以鳥類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它Parental Care也很棒 其實它就沒辦法 因為它那個蛋大概太營養了 很多都寄養它的蛋 很多動物都會弄它的蛋來吃啊 或者幹嘛 然後小鳥也是啊 無助啊 有沒有 然後它不是飛出去抓蟲 再回來了 鳥已經不見了 對啊 所以其實它們很可憐啊 就一直有一個很倒楣 很倒楣的蟲魔慮 好 所以這樣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會知道 一直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來我問幾個問題喔 來我問你喔 我們大部分都是講動物喔 可是我以植物為例呢 你覺得草 一年生草本的生的曲線會是哪一條 樹 大樹 會活往幾年的樹 你覺得它的生活曲線會是哪一條 你覺得樹會是哪一條 樹 那你不要想說樹 哇 大也不高欸 壯欸 就類似大型哺乳動物 沒有喔 樹的生的曲線比較接近這一條 然後草 草感覺就像是那種軟牌戰術有沒有 被它拚了這樣 結果草的生的曲線竟然還比較接近高高的這一條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從子彈寵復率來看 一年生就是一年死 生就是死 有跟大家說過嗎 那你說啊 這草是一年生的啊 可是我看草地上一直都有草 廢頭啊就是死掉了 然後吸了長老的死 它會一直維持有草 那所以我這樣講大家就懂嗎 所以其實草很多種子 它是有機會活下來的 那樹就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老樹因果幾十年不死 那你小幼苗你要出來草 剛剛懂得懂的意思 所以其實你要注意 我們只是一般就如類來講 會大型的 體型尬的 行為多樣複雜 特別是近代照顧的 可是你從植物的角度來講 它是另外一番不同的見解 那我剛剛取了這個例子 我們平常幾乎不會講 可是有一年的學測有到 那裡突然拿幾乎詮釋 完全不懂 他在問什麼 所以好像沒有再注意到 你會這個題目 好 沒關係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來我們看一下旁邊 看一下111頁 那有人就會認為 其實喔 我突然想 因為我不喜歡教我的考試 可是剛竟然講 你就繼續講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有點牽強 可是有些禮物就喜歡問 假設我們在經營管理的立場上面來看 對於這種第三型的身分曲線的動物 我們要用它的幼年級還是成年級 如果它有經濟利益 有經濟價值 我們要抓它哪一個來吃 第三者 你要抓它小時候來吃 還是抓它大時候來吃 就答案是小時候 因為你吃不吃它都會死那麼多 對不對 一萬隻我一隻 它就會死掉9999隻 那人吃它 它還是死9999隻 它就是死那麼多 那它最後只活下來 十隻 那你把它吃掉 就怎麼樣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當然 不過這個只是說說而已 有時候你應用到實際面上面 也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它搞不好小 沒有經濟價值 就說那我懂 所以我們吃的鵝辣 就要吃它還在飄浮的那個階段 不是 那麼小 就沒辦法吃啊 大家知道我在想說 所以這只是一種概念而已 只是一種概念 它是不是能夠真的落實 要有依應不同的物種而已 來揭曉我們看111頁 這個Propulation Growth Curve 然後當族群進到一個環境當中 那它一開始對這個環境都不適應 它一開始對環境不適應 所以其實它可能成長的這個速度會比較慢 而且你的族群要成長 其實你還要大家都長得不錯 然後大家一起成長 對不對 因為你自己不長也難民嘛 你只要一大堆物種才能夠開始增加 所以你想想看喔 這個我們剛開始進到環境當中 一開始進到環境 因為被環境不熟 然後可能獲得食物的能力還沒有很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也沒有像你一樣的物種這麼多 然後接下來越來越多 然後就會一直上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就是一個 Opulation Growth Curve 族群成長的曲線 S軸是時間 Y軸是個體處 這樣都我的意思喔 來你們就數學上有學過嗎 假設一個曲線是這樣子一直上去的 請問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曲線 對 指數會叫對數型的曲線嗎 對 好 那我剛才一直畫 可能會突破黑板 然後畫了我想去 它這樣太醜了啦 所以我們就做一點數學項目比較小轉換 就給它做標準的轉換一些 所以是不是就類似像這樣 你知道我們要畫什麼嗎 這就是我剛直接做回到二樓去 那當然這種曲線叫什麼 就叫J型曲線 就叫J型曲線 所以稍後一開始進到環境當 這刻本沒有 稍後一開始進到環境當中 因為環境的資源幾乎無限 沒有東西會阻礙它的成長 所以呢 除菌大小就會這樣爆炸式的一直上去 所以我們大家講就是直觸性的成長 非常多就這樣上去 我們就把這個叫J型曲線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你猜環境總會食物不夠嘛 水不夠 氣息空間不夠 交配對象不夠 就會對東西不夠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變傷 它就會變傷 然後呢 它就會變慢 然後接下來就會穩定在一個狀態 所以 一開始 母群成長曲線 一開始是這一型 表示環境的負荷量 或者是說環境的阻力 對它來說 根本幾乎跟沒有一樣 我進到一個環境當中 在陸日前跑多遠 跑到的範圍全部都去過家裡 大家知道我會講什麼 我是亂舉例 不是就類似像這樣 那你慢慢再去 不可能 走兩波就走到給人家的訓練 是不是 所以它慢慢的就會被受到限制 好那你想想看 就一個學數學的人來講 就一個處理數據的人來講 你的坐標手只有這麼大 可是你的線這麼樣難看 請問你要怎麼辦 就坐標手轉換 對不對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轉換方法 就是取LOCK 所以我們就把他取對數 你就要叫他 反正以時為敵 然後以時為敵 一般取對數就是 你舉兩個例子學就懂了 但是那是生物學上的LOCK 才很簡單 生物學上的LOCK 國大精神 那是什麼自然對數呢 那是什麼東西 好了 不管你猜猜看 一個這麼醜的圖 幫我把他取LOCK 然後呢 而且科學家一開始 是用那種分裂升值的 就是那種單細胞生物細胞分裂的 所以一個變兩個四個 八個四六個三十二個 所以它是一個J 然後呢 上面1 可是他把它取對數之後 是不是就會變成斜率接近1 這邊就變成1 2 3 4 5 2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我們最後就畫 這麼小的坐標手 你就可以找到大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 所以接下來就接到課本了 所以這個就叫做 S型的成長曲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寫完 沒有畫好 這應該 其實應該接近1層 不過沒關係 反正其實 這就是一個S型的成長曲線 這樣了解齁 S型的英文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最簡單就是S型 對 就是S型 有一個打電詞叫Sigmoid 你知道嗎 Sigmoid 就是S型的英文 Sigmoid 不過沒關係 Oid就是類似什麼的 比如說Android 你以後有空 可以跟你講這個 S型的英文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講到這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要知道前面是J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前面 還在適應環境比較慢 所以這個叫做適應期 我們的課本 今天叫潛伏期耶 課本是叫潛伏期啊 好像發病快死了 之前有什麼潛伏女有沒有 還是沒有 不要亂講 所以其實這個潛伏期 你不要生氣耶 為什麼沒有潛伏男 他就沒有啊 你不要看 所以其實這邊叫適應期啦 奇怪 奇怪 我是不是看的說不夠多啊 怎麼 我幾乎沒有看過有人翻成潛伏期耶 看著我回身不自在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接下的話 這邊叫做什麼 快速增長期 我們看你們叫什麼期 快速增長期 對以前叫對數期 對數期 這就是聖文老師痛苦的根源 所以他們就把它改成 快速增長啊 看是不是去對數 協力是不是一一不是很重要啊 對不對 我我吃重期了 所以就在跟你講 你以後我會看到有人寫 叫對數期 叫對數期 那你會不會很好奇 為什麼不叫指數期 其實我覺得指數期也好 現在也可以對不對 可是對數期比較 調數代嘛 就是 調數代要怎麼翻譯呢 就撞專業對不對 沒有辦法開得不錯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減數期 然後平安期或穩定期 平安期或穩定期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給大家知道 減數期的時候 圖群的大小是在成長還是在變慢 大家知道嗎 減數期圖群大小是在成長還是在變慢 在成長 在成長 還是在往上走啊 那請問為什麼叫減數 可以從物理的角度來解釋 對 因為有一個負的加速度啊 但是速度人為正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跟你在開車的時候 踩煞車一樣 因為你在開車的時候 踩煞車 這是誰你也超猛 黑豹大滿是前進 你踩煞車你就後退啊 那我看你的駕照應該是買來的 應該不是考慮 但不然我講錯了 你的車應該蠻特別的 不但有車一踩煞車就開始倒退了 沒有 倒退還要切到到檔檔 沒有一台車是踩煞車就會倒退 那會不會嚇死人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千萬要進 好 然後接下來如果有進到重生 我們把他講的 而且我剛看了一下 你看他紅燈在下 我剛看他只錄四十七分鐘 他知道我廢話很多了 不管 所以其實他到最後會有波動 對不對 因為生物的平衡是動態的平衡 所以他會波動 那這邊的話就有人說 那他這邊就有兩個理論 有人是說他的波動 我就取中間值 所以這個就叫做carrying capacity carrying capacity 這樣翻譯準嗎 有人聽得懂嗎 翻譯中文叫負荷量 負荷量 就是這個環境當中 所能夠承載、負荷、容忍、涵養的生物的最大量 這樣OK 那但是有人認為啦 有人認為 我也覺得負荷量應該是一個漸進線 可以趨近但無法達到 懂我的意思嗎 假設一台車可以載十個人 一個位子載十一個人 不行 就塞不進 如果你塞了近十一個人 那就表示他的最大上限就是十一就不是十 大家知道我會講什麼 所以這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啦 那希望表示不要保持這個關係 所以有人認為這個負荷量就是 他上下波動的中間值就是負荷量 而我會認為負荷量是一個就是無法達到 無法達到 就是趨近或漸進 數字有學過之前 這個漸進線還是什麼 他會一直靠近可是不會跑到 好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多跟大家講 然後你就可以想像 這台麥克本遊戲的 我還這麼有關心可以講很多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一邊 這邊就是生物潛力大 環境負荷量小 然後接下來就是生物潛力小 環境負荷量大 然後接下來就會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生物潛力就是 那個字要念錢 就是這個 生物潛力 就是在單位時間之內 讓足球成長的可能性 所以像人類的生物潛力就比較少 然後其他動物的生物潛力就比較大 好 不過說說而已 人類的生物潛力很小 還是可以搞到幾十億人 高的自己開 好吧 那就翻過來 好可惜喔 接下來是很簡單的中間 不過你也發現很簡單 我也可以講很多 好吧 那後面大家就自己看 我們現在已經繼續把它講完 那後面 後面應該活動都學過了吧 什麼共生啊 什麼願意啊 什麼競爭啊 小獎啊 這些都學過了 好吧 那就這樣子喔 那你下次上課告訴我 從多少頁開始獎金 下課的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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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討厭的